但是你刚刚发现 你刚刚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马达动作很慢对不对 马达动作很慢 如果你去改这个一次加或减的角度呢 改了之后马达动作会比较快 可是他是一次就差了10度 所以马达会类似像跳跃式的前进 像那个断片 像那个动画卡通不连续的那个感觉 那可是 你再改好像也没有用了 因为这是 Qblock的限制 他一秒钟跟你的板子沟通只有30次 所以不可能快到很连续 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要想他 变得很顺畅很湿滑的话 我们必须把他做 烧录的动作对不对 但是 当你要烧录的时候 就会发生问题 上传成功 但是 应该不会动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的程式里面是空的 他程式里面没有写程式进去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 你用这个点滤起开始 所以他 不是属于Arduino的程式 我们上次有讲 就是你要烧录的状态要用这个当开头 各位还记得吗 要烧录状态要用这个当开头 他程式写进去的才有用 来看一下 你看现在这程式这个是注解 注解 这是注解 有两条斜线的是注解 所以我如果把程式丢在这个里面 这里才会出现 程式对不对 如果程式如果不在那个里面 他就 不会有 程式在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把 要写的程式 要放在这个下面 QBlock 在这个QNO的板子上 因为QNO的板子 CPU 它是不能做多工 不能有多执行序的 所以你 像 我们在电脑上可以直接用三个层次 分开 三个层次分开做多工 但是在Arduino里面 它是不能多工的 那所以我就要把这三件事 安排在同一条指令底下 也就是说 我可以一边转动 先转动 然后检查呢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 是转动的部分对不对 一开始设定90度然后去转动 然后我转动 之后我可以检查一下 有没有按下 红色按钮 如果有我就减个角度 那我再 检查一下 蓝色按钮 检查一下蓝色按钮 有没有 按蓝色按钮 有的话我就减角度 那 这三个都做过 刚做三件事 那我们现在在Arduino程式里面把三件事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后 我们把它全部重复 那个预设值不用重复 不然它会每次 每次都回到90度 所以我这三件事就让它一直轮流住 在Arduino里面 因为它的执行速度你烧进去之后这个指令就会很快 就会很快 很快的情况下 很快的情况下 它就会 做一下转角度 做一下 检查 你有没有加角度 检查你有没有减角度 然后再转角度 这个动作一快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它是同时在做的 就是达到 多工的效果 它会跑很快 然后 一下做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 然后做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 因为跑很快你眼睛来不及跟得上 所以看起来就像多工的情况 变成同一条指令之后你就可以做烧录 所以我们一样点到ID这边 直接烧录 烧录之后 变在你的 程式应该已经在里面 有没有 就可以动了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一件事 它动得太快 如果要调在某一个角度好像很困难 因为一压下去就直接 转到零度 一压下去直接转到180 因为程式执行的速度太快 你的手的速度 来不及控制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速度 所以你看我们上次说 烧录的执行速度跟 你用 Q block直接连线那个速度是差很多 所以我们就要加一个等待时间 所有的动作做完呢 我们让它等待个 0.001 秒看看 试试看 我们再烧录一次 这边 再烧一次 Port都没有改了 烧录成功 看一下 好像稍微有比较慢一点 还是挺快的 那我们再来改一下时间 这时候改成 0.01 再烧一次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的运作 是不是就慢很多了 我也可以停在其中中间某个角度 所以你 而且你 你的 舵机执行起来是非常的丝滑 非常的丝滑顺畅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完这一个 作品 好 好